美容业和饮食业界都表示 政府在农历新年前收紧防疫措施 还会令他们损失几十亿的生意额 希望政府能够提供补助 协助业界到过难关 政府宣布收紧防疫措施 美容院等表列厨所周五凌晨起 需要关闭14天 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说 政府在宣布措施前 没有与业界商讨 业界感到错愕和愤怒 他指美容业界一直尽力配合防疫措施 守住零确诊 质疑为什么要他们再停业 叶世雄说 美容业界在农历新年前的客人预约最多 对14天后能否重开不感到乐观 他又预计业界损失最少30亿元的生意额 希望政府短期以实报实销的形式提供宝座 给美容业资深给员工过年 长远方面希望政府考虑检视表列厨所停业的机制 另外在新防疫措施下 食市餐厅要禁晚食堂食14天 行政会议成员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耀仁说 饮食业界临近农历新年 预早扣入不少新鲜食材 如今停满市 业界收入将会大减 预计损失近40亿元 张耀仁希望政府应该考虑向立法会申请撥款支援 也建议增加8%的担保贷款额 协助业界渡过难关 丰盟卫视记者杨永婷报道